大家好 欢迎来到有图有真相的左龙协生馆 今天我们要谈一谈 现代文明都市的象征 同时也承载了我们许多人回忆的动物园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欣赏著名的童谣 Zou San 大象 Zou San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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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由 石田道雄作词 团一九模作曲的柔桑大象 这首歌它也有华语版 它背后有一个与台湾相关的洋葱故事 我们留在节目的最后 再跟大家做介绍 台湾在清智时期 达官贵人的载体当中 就会饲养一些真情猛兽 作为私人观赏之用 其中规模最大的 可能就是李火增影像中的 板桥林本源原底 全世界最早开放给一般民众参观的动物园 应该是在18世纪就开源的 维也纳动物园 而日本最早的动物园 就是上野恩次动物园 它在1882年开源 接着各地大小动物园纷纷设立 最终与京都市动物园 大阪天王寺动物园 朝鲜的李王植动物园 以及位于台北的原山动物园 被称为日本五大动物园 1913年总督府在今天的台北南海路的植物园的区域 先设立了台北动物园 里面的动物有包括了日本猿 台湾猕猴 白鼻心 台东的熊 蓝羽的山羊 小鹿 老鹰等等食余种动物 其中还包括了由当时的民政长官 内田家企所捐赠的南美羊鸵 所以110年前 我们就可以看到羊鸵了啦 不用特地选10月10号 跑到市政府前面去摸嘿 1914年日本民间人士大江长四郎 在原山设立了民营的原山动物园 成为今天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前身 由于是私人设立的 设备不够完善 在开园之后不到三个月 就发生了鳄鱼 趁着暴风雨来袭 逃出动物园的事件 这个动物园在第二年 由官方来收购 重新整建之后正式营运 动物的种类有70种 有数百只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1925年 原山动物园里面的景象 在左边是鸟舍 而右边是休戚区 在原山动物园成立之后 台湾各地纷纷成立 大大小小的动物园 或者是水族馆 其中包括了 基隆、北投、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嘉义 还有屏东动物园 以及花莲的花岗山动物园 总共有10座 现在我们就要随着影像当中 位于今天台北宁下路的 陈德新堂的 日本时代的爱育幼稚园的小朋友们 一起出发到原山动物园 这是1927年之后 原山动物园的正门 在大门的旁边有排班的人力车 到了1940年之后 正门就被改成我们现在看到的 由李果征所拍摄的景象 这个正门就一直被沿用到战后 进入动物园之前 当然要先排队买门票 门票虽然随着时间有所变化 但是大致上还是维持着 大人10钱 军警小孩5钱 等于现在的150元 以及75元的票价 至于团体则另外有折扣 6岁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 这是原山动物园的参观路线 我们今天就会按照这张地图 带着大家来参观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经过了丹顶鹤台湾猴社之后 我们来到美国在台领事 Warner所拍摄的钟雄社 在狐狸社之后 是连续两个猴社 里面有猩猩 沸沸 卷尾猴 马来猴 长背猿 狐猴 还有横河猴 有十多种哦 然后我们沿着坡道 来到原山动物园里面 著名的编号8号大水群社 这个舍兰占地十分的广大 占后呢 持续被使用 直到原山动物园搬迁为止 许多人应该到现在 多少还有些印象 里面有鹦鹉 白头鹤 还有形形色色的大型鸟类 许多人就喜欢坐在 大水群社前面的 稍微休息一下 或者是留下歉影 接着我们就会看到 9号的斑马 以及隔壁10号的狮子舍兰 还有印度蒙哥 中古舍兰 在经过大型猛兽的舍兰之后 接着是一连串的羊 山羊 水鹿 梅花鹿 羚羊的舍兰 在15号羊社的旁边右方 我们可以看到 原山动物园里面的 依佐护道河神社 以及通往神社的鸟区 在饲养鸵鸟之类的 走情社后面 可以看到 豪猪与山猪的舍兰 然后是一连串的 小型动物舍兰 以及毒蛇区域 接着是39号的猩猩社 里面有出生于1925年的 原山动物园超级人气王 红毛猩猩 伊吉洛 伊朗君 他是原山动物园的封面人物 当时的小朋友都为伊吉洛君而感到疯狂 接着我们来到42号的鳄鱼社 里面有原山动物园自行繁殖成功的养子鳄 在鳄鱼社附近还有李火针所拍摄到的景观池 这里也是动物园里面著名的拍照景点之一 往前走到43号的骆驼社 其中双风骆驼是在1916年开源的时候就已经有的动物 同时也是原山动物园当中相当受到欢迎的动物 影像当中就是台南第二高等女学校毕业旅行时所拍摄的照片 50号与51号设栏是豹与老虎的猛兽区 在豹社里面1926年还引进了云豹 而这群台北高校的学生就是在虎社前面留下观看老虎的镜头 从李火针拍摄下的影像中 可以看到猛兽区域的整体规模 这些设备一直到1986年 动物园迁移之前都还在被继续使用 最后呢我们要来谈谈今天的重头戏了 就是日本时代原山动物园总数137种 436只动物里面的超级大明星 亚洲巷骂奖马小姐 骂奖在1926年8月26号 他六岁的时候抵达基隆 接着搭乘火车到了台北意 下车之后他一路慢慢步行到达了新家 也就是原山动物园 我们可以想象在沿途当中 当时造成多大的轰动 骂奖呢立刻就成为超级巨星 只要到原山动物园来旅行参观 不管是北部来的 东部来的 南部来的 是大人 是小孩 都一定要跟骂奖合照 骂奖呢 他也很入戏哦 只要是遇到要拍照的时候 几乎都可以看到他高高举起 橡皮的招牌动作 这让大家都开心极了 在每一年的11月23号举行的 动物卫灵祭当中 还有骂奖他来代表原山动物园里面的所有动物 向过世的动物们屈膝跪拜 除了感谢过世的动物们带给民众的回忆之外 也培养大家爱护动物的观念 毕竟对待动物的态度 也是一个社会的文明指标 在过完了充满了欢乐的1930年代之后 战争开始深深影响了动物园里面的动物 1941年 入军做成了动物园非常处置药缸 因为担心遭到敌军空袭的时候 动物园里面的猛兽会脱逃伤人 所以规定必要的时候要处决动物 1943年8月17日 东京上野动物园率先开始处始猛兽 之后日本本土各动物园相继开始执行处决命令 台北的原山动物园也不例外 在1943年的12月27日开始陆续执行 于是原山动物园里面的大型动物猛兽 就这样消失在民众的面前 其中也包括了广受大家喜爱的骂奖在内 这也是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播放 由石田套雄作词的童谣 大象的创作背后故事 十岁的时候石田来到台湾 就读于台北城南小学校 在台北工业学校毕业之后 他进入总督府 倒入港湾科就职 石田在战后回到日本的时候 望着上野动物园里面空荡荡的相色 他不禁想起在台湾24年的期间 陪他度过他的少年与青年岁月的骂奖 因此写下了这首充满了对动物的爱 以及对台湾思念的歌曲 但是我们亲爱的骂奖 其实并没有被处死 骂奖被影像中骑在他背上的饰养员 吉野金兆先生藏在原山通往剑坛的地道里面 而且时间超过了一年半以上 我们从这张战后 由林寿益先生所拍摄的影像中 也可以得到证明 虽然骂奖因为缺乏粮食 长期营养不良变得很瘦 但是他还是继续陪伴我们 直到1950年因为心脏衰竭去世为止 我们今天有图有真相的佐隆写真馆 为各位介绍了 让我们的阿公阿嬷 拥有美好回忆的动物园 也要谢谢研究专家 徐胜凯先生的长期研究成果 同时也在此 对这些曾经带给我们无限欢乐的动物们 献上深深的敬意与怀念 如果您也喜欢 每隔周三晚上八点 定期更新的佐隆写真馆 非常欢迎您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ではまた